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到今天我們特別是對這個 新界東南北將軍澳堆田區 我們是沒有足夠的票數支持的 我們感到失望 我們雖然在無奈情況之下 我們要撤回這個 新界東南北將軍澳堆田區的擴建申請 在立法會公務小組會議上面 環境局局長黃錦升宣布撤回 擴建將軍澳堆田區的一部款申請 不過黃錦升說 當局在未來幾個月會全力落實 廢物管理和運輸措施 包括資助改裝垃圾車 和減少臭味對居民造成的滋擾 當局又會在適當的時候和議員溝通 最終希望議員能夠支持 三個堆田區的擴建計劃 至於另外兩個屯門和打鼓嶺 堆田區擴建的一部款申請 代表新界西選民的新聞黨田北辰 對於當局要屯門和打鼓嶺 承擔全港廢物覺得不公平 表示反對其餘兩項堆田區擴建計劃 將來哪個人自己後花月不要東西 你出來絕食抗議 總之你夠多人絕食抗議 我們有人就會因為選票而跪低 跪低之後就不用做了 這個是不是我們想香港想見的世界呢 所以某程度上我都頗失望 對於這次原來要兩個區 要承擔全香港的東西 所以我呢是將會投反對票的 好的 而工聯會麥美娟就同意廢物處理問題迫撤 但是認為當局在源頭減肺 和其他環保措施未能配合 反對擴建屯門堆田區 而打鼓嶺的居民反對聲音比較少 就支持擴建打鼓嶺堆田區 民建聯的譚耀宗就要求政府要做好一系列措施 才會支持擴建 由於有太多議員發言時間不足 在公務小組委員會完結之前都未能表決 剩下的兩個堆田區撥款申請 就要另行安排再表決 在會後黃錦昇說希望暑假之前 公務小組和裁委會可以再召開會議 給議員討論和投票表決兩項申請 現在我們的堆田區剩餘的容量 分別只有兩年、四年、六年 這個在一個類似的城市的標準來說 是一個緊急的狀況 所以變成不論是真正的擴建工程也好 至於是前期的顧問研究 都需要掌握時間 是令到堆田區的運作能夠延續 是保持到公眾衛生方面的關注 所以這方面是有個時間上的必要性的 黃錦昇相信 社會都希望政府根據時間表 盡快落實原定計劃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 何善堯報導 好